嗨 大家好 我是曼妮 在上一集的花生粉大禁集当中 我们学到的两样变化 那在这里我再教大家做花生思考 我们的材料还有做法 我都会详细的写在频道的说明底下 所以大家要点进去频道里面看 来看一下我们会先打蛋 我都会先把蛋打在一个小碗里面 然后在这里会将奶油 糖 面粉 泡打粉 盐 就是所谓的干料都先混合 奶油呢 我有把它先切成小块 然后不要融化 让你的奶油是在冰冻冰凉的状态之下 把它拌在一起就可以了 然后再把蛋液倒进去 我这边用的是一颗蛋 配方呢 我自己都会稍微调整过 所以给大家的都是很方便去操作的 配方比例跟食材 在我们合作社都有 然后牛奶量需要微调的意思是 因为其实面团会依据当天气候跟湿度的变化 可能有时候你会觉得它好像太干 那你就再加一点牛奶 都没有关系的 然后再倒入花生粉 在司康的做法呢 都不需要过度搅拌 你只要有把它混合 然后成团就可以了 花生司康真的很香喔 然后你把所有的材料都混合好 你就可以来压抹了 在这个地方呢 我做的方法 又是融合比斯吉的做法 比斯吉的做法 它会将面团去折叠 司康是没有的 但是我这个地方这样做是因为 其实我自己会比较喜欢 折叠之后吃起来的口感 那的确会有一点不一样喔 撒手粉呢 不用太多 因为它只是让你不要去过度沾黏 然后这边看到 我就稍微会去对折面团 在这当中的操作啊 你都不要太用力 多轻轻的就好了 就是尽量避免去让你的面团呢 受到太大的变动 在这里我用的是中筋面粉 所以其实也不会太怕它会出筋啊 只是说我们在做司康比斯吉这一类东西的时候 它是将材料混合就可以了 都不需要过度的揉捏 司康呢 厚度大概2公分 这样才会好吃 如果你没有这个做司康的模型 你也可以用那种小杯子 就是它的圆形的直径呢 大概有在6公分左右的就都可以了 接着呢 我会在司康上面刷上蛋液 这里我也是打一颗蛋 像这样有的时候都会可能 就只要特别用蛋黄或用蛋白 但是我自己在写的配方里面呢 我会尽量让大家蛋白跟蛋黄都可以使用 你看烤出来它会有一个自然的裂痕 而且你吃起来的时候 它外面是脆的硬的 然后里面是松软的 就是吃起来的口感 其实也跟比斯吉跟司康融合的口感是一样的 因为我自己比较喜欢这样的吃法 然后我再带大家来用我们合作社的小夜种红茶包 然后还加上我们的鸡拉拼 来冲一壶好茶哦 这个是我们的角落生物 其实鸡拉拼呢一般可以先把它用水 浸泡在水里然后先把它煮开 把味道煮出来 不过在这里我用的是懒人法 就是你看哦 我就先泡茶 然后茶泡 因为它有一定的热度嘛 这个水温大概在90度左右就可以了 不需要是非常滚烫的水哦 因为这样你的茶可能会过色 然后我在这里就把鸡拉拼把它捏碎把它放进去 然后稍微浸泡 我就用这样很简单的方式啊 然后这一杯茶呢 再搭配我们的思考真的非常的搭 然后大家看到后面有一个果然酱 常莓果酱 听说还会在油 所以大家现在手上有的可以赶快把它吃一吃 好咯我们下次见 拜拜